清洗干净的韭菜切成韭菜碎放在盆中 拿一个小盆打入三个鸡蛋 放入食盐两克搅散备用 下面我们先把鸡蛋煎熟 锅内烧油油热以后倒入鸡蛋液 等到鸡蛋液凝固用铲子搅碎成鸡蛋块 然后关火把鸡蛋块放在案板上面 红刀切成鸡蛋碎与韭菜碎一起放在盆中 拿一个面盆放入面粉300克 把面粉从中间分开 一半用开水烫面 一半用凉水搅成面絮 烧凉以后和成面团 最后加入少许植物油到面里 烫的面比较粘手 加点植物油比较好过 盖上保鲜膜饧发20分钟 20分钟以后面已经饧发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韭菜线调一下 韭菜鸡蛋里面要先倒入植物油6克 倒入植物油是防止韭菜出水 加入食盐2克 五香粉3克 用筷子搅拌均匀备用 在案板上面撒上面粉 取出面团揉成长条 用刀切成8个等份 取其中的一份先揉成面团 再擀成薄厚均匀的面皮 擀好两张面皮以后 把其余的面团盖上保鲜膜 以防面团表面干燥 在其中一张擀好的面皮上面 均匀地摊上韭菜鸡蛋馅 注意不要把馅摊在面皮的边缘 那样现在煎饼的过程会跑出来 两张面皮也不容易粘在一起了 拿另外一张面皮 注意不粘面粉的一面朝下 把韭菜鸡蛋馅夹在中间 捏紧边缘 用完把面皮边缘的后皮压掉不用 如视频所示那样 这样鸡蛋饼就吃不到边缘的后皮 口感更好 做好一个饼我们就开火 锅内刷上一层植物油 油热以后放入面饼 把鸡蛋饼煎熟 做好的饼不能久放 放的时间一场里面的馅太湿 会把饼皮弄破 一面煎黄以后翻过来煎另一面 煎的时候 我们在不蘸油的一面也刷上一层植物油 这样面饼会更好吃 等到两面煎黄 面皮已经煎熟 里面的馅也就熟了 取出面饼 照这样做完其他的面饼 最后把韭菜鸡蛋饼切成四半 放在盘中即可使用 好了 这道简单的韭菜鸡蛋饼就做好了 大家看看做的怎么样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给我留言 谢谢大家 再见 咱家